伏索继续收紧 把飙车头上尾下吊起来 飙车夺离了肛面 走着一只收屍的蜘蛛 放荡着向上方攀爬 离开肛面之后 飙车的心手稍微踏实了些 至少自己这边又赢了一些主动 相信拍档的实力 这些人都是蜘蛛门跪你 像互标选拔出来的精英 若不是眼前这帮贼仔倚仗天险 恐怕早就被斩盡杀绝 只要自己把飙车吊起 使他不被江水卷走 等拍档剷除了贼人之后 就可以把飙车拉上岸 他一边想一边继续转动摇轮 走着这时 他突然觉得车身一阵震动 不断了一下 随即听起一种沉重的动动声 伴着每一次声响 整圆梭桥都响说一下一下地震动了 这种震动通过伏虎索传递给飙车 使得个架飙车有节奏地放动起来 透过看东西的洞 他在桥下面看一看 只见一个黑塔的大汗 正拿着一把大虎向这边跑过来 他揽开大埔 那些沉重的动动声 竟然从搭动桥面的脚步声来 是呀 这时沙天猛全身多血 在这一带山策里 他是少有敌手 似未将任何人放在眼内 他一个人镇守桥尾 独占三名标师 只能交手之后 这些标师并非等闲之背来的 他倚仗力猛虎尋盘着全力 直至将三个人斩杀 不过大虎将第三名标师 连人带盾斩为两决的时候 那个标师把刀也划开了他的肚皮 他看见自己一决肠流了出来 想都没想 随手将他重新塞进去 他担高头 望见标车正向上方攀爬 于是揽开大埔跑了过去 这时 正有名标师守向桥面的洞前面 看见开山鬼 左臂握盾 右手握刀刑伤前例 他的过头 只能够到开山鬼的脚底 鉴于这种劣势 他选择急攻开山鬼的下盘 那位标师弯脚攻身 广东带着风声 横扫开山鬼双脚 开山鬼并没有闪避 飞起大虎向标师的身体 踢下去 开山鬼用惯了这种薄名的招式 义工代手 向对方的弓刀斩断自己的脚的同时 自己的大虎 势必将对方踢成两边 这些近乎无賴的招法 令那个标师的心又怕又生气 不过以自身的命换敌人的脚 显然是不划算了 所以他收着刀洗 身体猛然向旁边一路避开大虎头 那把大虎头 重重地砍在桥板上 只能砰一声 巨阵之中 水墨四散飞浅 那个标师翻身落到开山鬼身旁 来不及站稳 就脚尖硬地 身体向前一样 举刀向开山鬼砍下去 开山鬼一侧身 将大虎斜斜向上一举 跟银刀撞在一起 那标师只能一股大力传过来 银刀脱手飞出去 他身体也随着刀飞出去 翻了跟斗 在桥身一侧扶手果树下跌落 他眼急手快伸出右手 拿着扶手铁链指着身体去世 之后鲜血从手掌果树流出来 那一定是在刚才的震击当中震裂了虎斜 开山鬼并没有追击 而是急走两步 来到桥身的另一侧 飙车的伏虎索 李振正挂在这一侧扶手铁链上 随着桥身和疾风微微仿荡 开山鬼揮起手中大虎 向伏虎索斩下去 突然之间 只觉得身后一股大力撞过来 原来是那个标师翻上铁链 身体蓄势弹出 用铁盾撞到他的后腰 他脚底一个凉枪 大虎一歪 从所一边的铁链上斜刹而过 随着刺耳的金属声响火升四千 骤然的撞击 令到铁链猛延一仿 下面的飙车也跟着放荡起来 这时开山鬼差点跌下车 他的心很生气 转身揮动大虎 向标师斩下去 标师刚才以全身之力 撞在开山鬼身上 这时身形不稳 他来不及后退 对了 见大虎头兜头砍过来 下意识地举盾来招架 在举盾的同时 他的心已经明白 你这个盾牌 根本顶不住大虎的奋力一击 只怕自己立刻就要撕横就地 只听见咚一声 大虎正正砍在盾面上 比我想像中 盾碎人亡的情景出现 各个飙车不敢折一折 从盾口跌过头看着开山鬼 只见开山鬼神色外製 身体僵直 手上的大虎插着 从盾牌上滑下去 向桥底跌下去 各个飙车这样才注意到 在开山鬼的前颜和左胸 分别插了一支立立令的钢针 一直入到针尾 他顺着钢针的来势 望向桥下吊着飙车 那辆飙车正轻轻荡起 车前皮丘的双眼里 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驶 他即时明白了 那两支钢针一定是来自皮丘雙眼 皮丘雙眼的瞳孔里面 各自收入一种钢针 这些针尖浸有麻肺散 所以名字叫麻肺针 以硬弓发射快如闪电 令人难以闪避 据说麻肺山由东汉末年 一位医学圣人研制 平常人服飾 就算割滑胆 身体也没有什么知觉 而且若力退了之后 并没有后遗症 这些处方曾经一度失传 后来在云梦摘百草门出现 不知其中有什么渊源 盆花重金买了麻肺山 造成麻肺针 藏在铁坛飙车里面 他们飙行天下 否则迫不得已 是不想和人结落死结的 使用麻肺针制服强敌 既能脱身又不害命 麻肺针上的药剂 足以在呼吸之间 滑到一头临肩的猛瘦 开山虎伸重两针 即是全身僵马 打岸袄打低 不省人事 我标思双眼 闪过一丝凶狠的神色 他纵身跳到开山鬼身上 用铁盾的下缘 出来击打他的颈 只得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 开山鬼的颈凹了下去 头颗以惊人的角度 歪歪一边 他抹大双眼 嘴里面有鲜血慢慢滲出 脑后面濕了一大大 那位标思死累逃生 整个人打岸袄躺在桥面上 不敢抢牆吐着大气 开山鬼的大虎拆着桥边 翻着筋斗向下跌下去 这些人事 刚好标车从桥下挡过 那把大虎打中手头 又刚好得到桥 虎病正好插入了售口里面 各位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人再续书接上一回 开山鬼的大虎拆着桥边 翻着筋斗向下跌下去 这些人事 刚好那架标车从桥下挡过 大虎打中手头 又刚好得到桥 虎病正好插入了售口里面 床里面的标思听到震响 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回事 他再转动摇靶 做法子转动 才知道机关被什么卡住了 李树离江面很近 标车挂向李树 并不能保证安全 他想了想 然后推开车顶的仓盖 由于标车头上尾下地树立 原本应该是向上打开的仓盖 李阵向着侧面 他想爬出暗仓 看看哪里发生了故障 这就在打开仓盖的一刹那之间 只见一把尖刀从外面刺了入来 杜江鬼沙天通 早就随着飙车离开了江面 他趴在暗仓外面 躲在一处探蛇笼看不到的地方 床里面的人一路头 杜江鬼就揮起尖刀 一刀斩入对方的头顶 那些刀刃和头骨摩擦的声音 令到杜江鬼十分之陶醉 他拔出尖刀 看看刀刃上红白霜剑的骚髒 又望向对方头顶的伤口 怪的是 伤口里面被鲜血噴出来 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他转向一想 跟着不敢大起来害怕 鲜血未噴 就说明对方的心中 早就停止了跳动 杜江鬼想起之前 被自己杀死在暗仓中的飙尸 他心想 自己是一把纳纳的刀刃 从刀刃里面飞快刺出 他想避开了 知已经来不及了 锋利的刀刃 咳一声 出力刺入了他的胸口 欧江鬼抹大嘴 看着刀刃从胸口抹出来 他的身体失去支撑 从飙车上踏下去 带入下方的江水里头 甚至冒犯太大的浪化 他的标师一击得手 又缩进暗仓 他把同伴的尸体拉进船 暗中叫声 含着兄弟 接着伸手去关仓盖 反而之间 看见一条红色的东西伸过来 原来是一把红色的堤 合起来的 卡在仓盖和仓底之间 接着呢 一把农庄业抹的鬼面出现在窗口 只见他看着飙尸少少 面上厚厚的水粉浸落了一层 随着风雨灌入了暗仓裏面 多个飙尸看见大气惊 吠到出力向这块面斩过去 窗口那把红色的堤突然撐开来 将鬼面护在后面 听见飞天鬼沙天梅 陰森森地说 堤仔 你都几狼死的 你还想有名 接着听见一声清脆的撞击声 刀印竟然应声截断 原来那把堤竟然是以精光打造 堤面奔弹的力量截断了刀印 半决刀印刀飞回来 在暗仓的内壁上弹了一下 接着刺入了渣刀人头壳的太阳雨 渣刀那个人抹大口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她的头一担 即是在整个垂帝的窗里面 飞天鬼沙天梅 站直身 将红尖撐在头顶 转到周围横七树白的尸体 她不敢长长叹了嘔气 她有些后悔 后悔自己看少了南弓舞 这帮标识 如果自己事先准备得更充分一点 或者就不会搞成现在这么狼狈的模样 她拼着岸边的战团 那时候山寨的楼楼已经锁成无几了 涅日鬼证明南弓舞和几名标识围攻 伸中几刀随时都可能没命 她不敢拎一拎头 接着收回视线 手中的红遮一转 风铃的边缘掃过伏虎锁 将这条千世的承锁割断 那辆飙车一直向下坠 重新又落入江中 红遮雨风 慢慢飘落在车顶上 和飙车一起 随着滔滔江水 向下游飘过去 从公母见飞天鬼攜飙逃走 这时又急又生气 手中连飞出 涅日鬼躲避不及 被钢颈重重督中心口 耳朵一声 伴随着空龟的水裂声 她噴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向后跌出去 好像一只破烂的麻袋 一声跌到地 命就这么大了 公母一刻都没有停 抬脚勾起一块桥板 扔入江中 同时身体一跃而下 搭着木板向飞天鬼追过去 木板在江中 他一时被浪头抛起 一时又半站在水裏十分惊险 想追上我 没那么容易 说完手臂一挥 红姐旋转着 正向南公母飞过去 南公母不敢怠慢 立即举起钢箭来招架 两个角落 他脚底没有支撑 身体一歪 向江中跌下去 就在落水的撒娜之间 一只飞酒从岸边飞过来 他伸手拿着 岸上的飙司一起用力 最终将他拉上了江岸 那把红姐重新飞回到飞天鬼的身族 他伸手折角 轻轻松松地将那把红姐放在肩上 吴宫露满面上的汗水 眼白白地看着这身红影 搭着飙车顺流飘远 漸漸消失在泥漫的光霧之中 现在说回飞天鬼沙天梅 他随着飙车顺流以下 在下游一处回水弯 飙车被江浪推到岸边 十几名山賊 正拿着勾干承索 在岸边等着 见到飞天鬼沙天梅 不敢大声叫唤 大寨主好耶 大寨主好耶 跟着分分把手上的钢索抛出去 勾着飙车的头身 一起用力把他拉上了岸 但飞天鬼从飙车上跳下来 满面的脂粉被那些水狼冲到一条条 直接被鬼做得令人害怕 他猛地喘着粗气 命令手下人把飙车打开 车体一侧的双门 而不思合逢做工精细 上面有一把大锁 在此时 有个贼拿起一架大石 出来向锁头绑过去 那架大石即时碎裂 那架还完好无损 飞天鬼沙天梅本来是猴急 看起来更加心头火起 抬起脚 一脚踏开那个贼人 护身拿起一架大石 暈起努力向锁头绑过去 石舌飞舌之中 那个锁柱就突然弹开了 他逼不及待地打开箱门 向里面望过去 那些贼人 亦遗迷过来 一起看在箱里面 人体有自可 一看之下 每个都怕得木灯口外 抹大口袋的拢 但他们吃惊 不是因为看见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这些车厢里面 凶凶如也 什么都没有 飞天鬼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雙眼 他整个扑过去 护身探入箱里面 伸手去摸 沙漠铁坛 木质沉稳坚实 带着沙漠的余温 就算经历大风大浪 也未曾生入半点水 在箱里面摸来摸去 漸漸凉了下来 这架飘车 竟然是掩人耳目的疑飘离 由南公母亲自押送 又有十几位蜘蛛门好手守护 怎可能是疑飘离 他心有不甘 叫人将车手暗仓里面的尸首抬出来 不顾得寨主的身份 亲自捐入暗仓里面 仔细去炒 后来又围着车兜了两圈 车底车顶做一检查 还一无所获 他却意识到自己竟然上了大当 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过来又联造中 自己和各位兄弟 判着性命去劫这个标 得到的了 竟然只是区区一架空标车 他怒得咬牙切切抬起手掌 出力打在车箱上 只听他啪一声 车身猛然一阵 不过他坚固到什么感 他掌力虽然重 只是怎么伤得到分毫 对阵之下 见一片树叶 从车厢内壁飘了下来 落在箱底 看着那片树叶 神收起他 眼底下仔细地看 已经濕纳纳 纤绿色的玉叶上面 布满了一些圆圆的黄色斑痕 好像炮云那样 这些是枯斑碑草 一种阳满的草料理 看着这片树叶 心就即时失忆了 碑草 在中洲南北都有分布 经常生长在湿地水坑里面 故此有水坑草 青坑草 这些坑草 它是坑草中的另类 汗只生长于巴州的山间 行飙车从永州而来 有个巴州景地 怎会有坑坑草的呢 飞天鬼沙天梅 摸着濕纳纳的树叶 再次望向商来 土干草 风雨不透 其中的草叶 竟然是濕的 他想了想 他人心头一震 这个商门 曾经在之前的细雨里面 被人打开过 一想到这样 他的呼吸开始急速起来 这样起来了 之前 曾经有一辆拉门青草的雷车 才飙车跨上了圆缩车 而那车青草 就是呼叛悲草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殿文再续的书写上一回 鬼沙天梅看着那片书写 忽然心头一震 这个商门 以前的细雨里面被人打开过 想到这样 他的呼吸开始急速起来 他就想起了 曾经有辆拉门青草的雷车 才要飙车跨上了圆缩车 而那车青草 就说湾碑草 那时 他躲在江岸 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飙车上面 未曾想过其他东西 才觉得不妥 巴州 决望望巴州运送之利 那架雷车必定有QK 他把飙车和雷车联系在一起 即是谎言大悟 赶车的人 必定和蜘蛛门一伙 巴州而来 以碑草作为掩人耳目的仿治 实际目的 他就接应男公母 双方碰头之后 就把飙车里的宝密转移 收到碑草里 由雷车拉住 大摇大摆地返回到巴州 而果瓶被风雨打湿的草叶 正在转移宝密的过程当中 从雷直飘入车厢里 果瓶树叶 十甲几乎刺入肉里头 吐得咬牙切齿 鬼兄弟生死相搏 而珍彪竟然早就从眼皮底下撩走 大堤 他急火攻心 突然咬一声 噴出一大口鲜血 跌低在地上 大宅主 大宅主 那些责人手忙脚乱扶起他 走这件事 突然间 听见有人 叹了口气 从武器院的地方上空传了过来 众人都不敢打凸 打头望过去 只能在江边一棵高大的柳树上 不知是什么时候 一拍起着两条人影 左边的三十多岁 穿着青色衣衫 那面是肤瘦瘦白 嘴唇和眼圈 燃出病体的青黑色 背后是斜斜背着一只 纳纳的青色木桶 那只木桶有三尺长 两头粗在中间小 端口果树 用红布包着的木塞塞住 不知里面装着什么 他手上摇着一把黑色的接线 好似看猴子那样 倒下头望着飞天鬼沙天梅 右边的那个 二十多岁 穿着一身银色的长衫 戴着半个银制面具 那个面具 将下半半面都遮在后面 只露出一堂剑眉和一对小眼 双眼寒光闪射 直不一站在原地 全身冰冰 像刀那样带着深深的寒意 看见他的时候 飞天鬼沙天梅落海里面 不敢深思想 穿着有灵有角 包在剑巢里面的剑 遮在衣服下面的 应该是怎样一副骨落泥呢 这两个人他并不懂 看他们的架势 一点友善都没有 尤其是那个青衣人 全面都有嘲讽的神色 那就令到飞天鬼 原本生气爆爆 更加火上加油了 他钉着两个人 强压着路火问 对面是什么人 只听到青衣人答 要看着栗旁相争 相得如雍之离 梦中无辱 令人素兴 非天鬼面色一变 对方并不想透露真实身份 华中之意很明显 栗旁相争 自然是指自己和南公无相斗 而对方在暗处护到杀 只能双方打到选兵截仗 再趁机出手抢夺标物 他确实是陰险可惡 他不停地冷笑 拼开身边的流罗 摸向腰间 我口说 区区如庸 又不怕被猛律剁盲伤眼吗 青衣人哈哈大笑 好像听见世上最好笑的笑话 他用手掩着肚子 过了很久才缓过起来 你笑着说 哈哈哈哈 他斗一旁 过都已经见了闫罗王 竟然还敢自清猛律 哈哈哈哈 跳脱大牙 笑脱大牙 这句说话 直到战鬼的同主 大雙眼渴患 大胆狂徒 命长顶 说完身体一扭 手臂向前一揮 一把红柄飞刀 好似一道红色闪电 直向青衣人削过去 青衣人眉毛一样 把手中的接线轻轻一刮 轻轻一刮 轻轻一刀一声 线轻轻一刀 打向刀刃一刀 轻轻一刀 轻轻一刀 轻一刀 这把飞刀 飞天鬼畜迟而发 用足十成的功力 就算是最灵魂的鳥仔也冒法子走得掉 被對方輕描淡死化解了 令他心頭大震 在飛天鬼飛刀出手的同時 身邊那些賊人握刀握槍 直向樹上兩個人衝過來 那兩個人站著的地方 距離地面有一仗多高 那些賊人的兵器不夠長 前邊幾個人 停步彎腰 為後邊的賊人當作人燈 後邊的賊人借著衝勢 踏著人燈高高飄起 揮刀向著青衣人撒過去 看著那些賊人快速趕到 青衣人不勤不斷地抬起左手 到右邊肩膀握著身後木桶的塞 噴一聲拔出來 見一股藍色的妖鋒 然後從桶裡面飛出來 呼嘯著直向空中賊人撲過去 那幾個賊人冒發了閃避 當妖鋒撞在一起 身體突然窒 原本惡屎能騰的臉即時沒有表情 他們好像木桶公仔那樣向下跌倒 但是在地上的時候 哎呀 變成青黑色 身體僵脂 動都不動 哎呀 竟然就這樣氣絕身亡 妖鋒在空中一個盆船 跟著碰在下面 向樹下那群賊人捲過去 哇 那群賊人大驚失色 哎呀 這樣的妖發 真是聞所未聞 見所未見 他們本來就是一群烏合之眾 你人看見危險 哎呀 別搞了 先保住你命仔緊要 他們什麼都不能顧 嚇得走得不痛 那些妖鋒速度極快 對呀 對腳又怎麼跟他相比呀 在賊人當中左衝右打 即時就慘叫連連 眨眼 十幾位賊人就踏在地上 最後一名賊人是踩得最快 竟然借著妖鋒襲擊同伴的同事 跑出了五六丈縣 但這陣妖鋒不放過他 隨後趕倒 只有見 阿 嗚 哭 一聲慘叫 那整根弗在地上 就這樣死了 妖鋒閃三眼 產除了所有的小流鑼 這樣才兜回來 羲向飛天鬼 這一陣子 飛天鬼正濫捕向青衫人撲過去 看見妖鋒襲擊人的最初一刻 他和手下的流羅一樣 本能產生要鬆人的想法 妖鋒的速度令他很快明白 自己根本沒有法子掉得掉 所以他一瞬之間做好打算 飛身直取青衫人 但他還低估了妖鋒的速度 他本來以為五六象的距離 足夠衝到青衫人面前 可能還會取青衫人的命 但他剛剛踏出幾步 身體的速度剛剛提起 妖鋒就已經飛到身前 並向著他形頭撲過來 大驚失色 電鋤把手上的紅遮向前一推 按動彈簧 遮面彈開 同時手腕一轉 遮面好像車輪一樣轉起來 那陣妖鋒撞在遮面上面 發出噴噴聲響 隨便被遮面的旋轉力衝散了 飛天鬼腳下沒有停到 在紅遮的保護之下 直向青衫人飛撲過去 那些妖鋒沿於遮面的邊緣 向四周飛散 在飛天鬼的身後重新聚攏 向他飛追過去 不過就這樣擔角 飛天鬼已經濫出了幾步 身形一樣 雙腳一硬身側的樹竿 借力飄起一丈多高 他將那把紅遮落在頭頂 借著遮面的浮力 向青衫人飄飛過去 這招他將他命名為浮花掠影 這招是靈動飄逸 看似簡單 之暗藏他身在空中 單憑單手調整遮面的角度 落點變化無想 如蒼蠅撲土除敵移動 令敵方無所遁形 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目前的敵人 竟然動也不動 只是整整地和他對望著 一點都沒有慌亂的神色 這令他有點手足無措 敵方不動 他就找不到破綻 後招也不知如何出手 而且敵人的手段套路 他根本不了解 不離不閃 究竟會藏起甚麼圈套呢 他心臉飛那麼快轉 即時打定主意 一領手腕 結果那把傘 突然轉起來 他從傘山上脫離 那些旋轉的飛盤 當先向青衫人飛過去 青衫人吃了驚 怎麼都想不到 這把紅遮竟然有這樣的招式 連鎚向後踏腰拼命閃避 遮面擦著他空前衣襟 呼笑而過 向後方掠過去 邊緣的利印 將大片的柳條柳葉削下來 在斬斷幾條樹枝之後 再深深地陷入了後方一棵粗大的樹干裏面 青衫人上身後仰 胸背和雙腳幾乎變成九十度 這種姿勢令他身形不穩 眼看著就要向樹下蹤下去 他趕快用手中的摺線撐向身邊的樹干 借力將身體直立起來 但是他剛剛站直 自己面前紅光一閃 跟隨而接的飛天鬼 已經將遮柄前端的紅色尖鎚伸出來 直向面門刺過來 不敢大鏡失色 趕快將摺線一擺 從旁邊擋隔 只能當一聲響 遮柄從身側掠空 與此同時 飛天鬼已經衝到身前 一掌拍向他的胸口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鬼將遮柄前端的紅色尖鎚伸出來 直向那個青衫人面門刺過去 青衫人大鏡失色 快將摺線一擺 從旁邊擋隔 只能當一聲 遮柄從身側掠空 與此同時 飛天鬼已經衝近身前 一掌拍向他的胸口 這種近身的攻守 實在不是他所擅長的 他想要閃避 只能來不及 正在這時 只眼前銀光一閃 原來是身邊的銀三人出手了 銀三人的動作很快 快到根本看不清他做了什麼 只能手臂一揮 但是飛天鬼整個身體軟了下來 他借著一個銀星 從青銀兩雲中間飛過 然後重重搭到地 剪他的頸樹一條長長的血口 先去啪啪聲向外飆出來 但是他打按摩就向著天 露大雙銀 似乎想看清殺傷自己的究竟什麼 但是銀三人兩手空空 什麼都沒有 他的頭一歪 所以就再也不能動了 那陣妖風從兩個人中間刮過 目標已經死了 就收成一流藍煙 重新鑽入青銀三人背後的木桶裏 青銀三人塞起蓋 鬆一口氣說 去驅小賊 我只是陪他玩玩 必麻煩 他剛才差點陰溝回船 沒有臉 這時候這樣說 只不過跌落地踩回沙 聽見銀三人說 人太大了 我一時沒有忍住 兩個人從樹上跳下來 走到飆車前面 青銀三人望望車廂說 是聖目 你一計偷糧換柱 我們騙過了 他想了想 跟著跳入暗艙 對銀三人說 上車 我們車 銀三人說 銀三人說 不在裏面 你的飆車有什麼用呢 青銀三人嘴角露吹斯奸笑 跪沿著雨 鐵壇飆車 在兩個人的驅駛之下 沿著江邊向上游走去 有個黑蒲露人 懷裏面抱著一把琵琶 從淵裏頭走出來 慢慢走到飛天鬼的屍體前面 他蹲下頭看看屍體 油膽的頭望向遠去的車影 琴頭那樹紫色的枯柳 靠著肩膊 看著他身後的虛空 看著他眼看裡 閃過一道紫紅色的光線 財源客棧 位於巴州山門鎮 距離黑沙江元索橋有十幾里 這帶最大一間客棧來 鎮上是人人皆知的 這個客棧背後的勢力 很少有人知道 他背後的勢力 由永州蜘蛛門 蜘蛛門在各州設有分會 更有些細小的據點 作為日常行商行標的補給處 這個財源客棧就是其中一個據點 為往來客商提供食宿便利 但是就向這個自家的產業裡 公務發現自己竟然已經被人夾住了 客棧一樓的廳裡 擺著十幾道餐桌和餐椅 這時正是晚飯時間 錯了不少的食客 最少有三張桌的人 在南公務一行踏入大門的一撒拿之間 不經意地瞄了眾人一眼 他們只是假作不小心 因為其中一些人的演技確實太差了 只有一眼就把眼裡的殺意和貪男報落無遺 而公務身後中標師不敢守護刀柄 黑沙江一戰 原先的十三名標師只剩下四個 這些老江湖對危險的感覺 比主子更敏銳得多 公務不同聲色 跟著店小椅上了二樓 入了最內側的瓦間 瓦間裏面有五十多歲的漢子 正在小椅上鎖著寶 一看見眾人 即是眉頭舒展 走前兩步堅塞跪低 袁崇寶建議公子 南公務連隨扶起他說 不必多禮 這次多得袁叔冒死接應 錶車裏面的東西 只不早已落入賊人之手 這個人並不是第二個 只是不久之前在袁索橋上 那個趕著雷車 運和趕草的耕田佬 公子客氣了 對屬下有再造之一 在下自當富湯道火 萬死不辭 現在 當年 袁崇寶做生意搞得傾家蕩產 卑虎絕望之下想投剛自盡 剛好南公成業路經此地 考察建造財源客棧事宜 於是出手救了他 一番交談之後 南公覺得他頗有商業頭腦 只是時問不及 以致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大膽喜用他 任命他做了客棧的掌軌 他受南公成業知語之恩 一門心思報下蜘蛛門 原客棧打理得有聲有息 父親南公成業那輩論 南公母叫他一聲元叔 謹記主僕有別 在南公母面前 一直自清熟下 這次 他得知南公母押錶走到巴州 前拉了一車為馬的草鳥 扮成耕田老前去接應 想不到竟然真的幫南公母避過你的劍 這時候桌上已經擺了好酒好菜 老夫眾人落了 然後拿起酒壺 想和眾人倒酒 行公母擺手制止說 袁叔 我蜘蛛門在外面行標 需要緊遵標師六界 不可以喝酒 蜘蛛門標師六界 袁崇波雖然未曾行過標 不過亦早有異聞 那六界究竟是哪六界呢 第一 戒住新開之點 新開的點人生地疏 不知風俗人心 往往容易朝野是非 故知行標的時候 但凡遇到門上貼在開業大吉之旅的字眼 寧可露宿荒交也不住入裡面 第二 戒住逆主之店 老店新主也不得冒險進入 因行標的人 往往並不知道這間店 因什麼是逆主 萬一有賊人為了結標 無充店主 落毒洗澡的不堪設賞 第三 戒住窗戶之店 窗戶之店 往往如龍混雜 容易惹上是非不說 更要使行標之人放鬆警惕 從而中計失標 一旦見到這類店舖 不單止不能進入 更要遠遠回避 變得野事上身 是死 當然是武器離身 無論走在路上 還是住在店裡 甚至躺在床上 我們一定要永遠 至今 難度 是 紀錶 這很難 飛行 是 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